这个视频介绍一下罗涛收播期2024年3月16号 我们发布的新版本增加的一个功能 我现在是产生的 这是极简模式 全功能模式 我这是产生的一个十赫字的一个正线波 我们是给大时间档位改变了一下 大时间档位我们认为从200毫秒 我们以前一直是到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档位 现在我们缩减了 200毫秒500毫秒一秒 200毫秒五秒十秒二十秒 这是代表横向一格的时间 那就说20秒的话 屏幕一格 整个屏幕十格是200秒 三分多钟对吧 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会缩小 反而不是增加缩小 我们改进了一下 这个视频介绍一下 主要是两点 一个是滚屏和扫屏两种功能 另一种是一个无线存储的一个模式 那个还没做完 大概介绍一下 先说滚屏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是个10赫兹的 我打到500毫秒 先重用大时间档位 末日扫屏是这样子的 这样扫过去 我把频率再降低一点 5赫兹吧 这是用我们自动自己的向上发生器生成 三赫兹吧 三赫兹的一个一个波形 我打到大时间档位以后 我打到大时间档位以后 你会看到它是分屏显示的 就是不是像以前一样 整个一屏闪动的 它是这样 从这也能看到 对吧 它的更新 缓存区是这么大 我可以滚一下 看它的缓存区 它有一个绿色的这个竖线 就是它的更新的到哪个地方 它这样循环更新 这是一个缓存区 大概是三赵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三赵大小的一个缓存 它这会有一个框 告诉你一些信息 对吧 这些信息你可能 你不了解这个程序 可能意义不是很大 但是至少让你不焦虑 说它可能是在跑什么 一般这样已经成熟了 稳定力给关掉了 对吧 就可以了 它是这样子这样刷屏的 我们把这个叫扫屏模式 我们一种 或者我们一直称它为 心电图模式 它就像心电图一样 从左边看 更新到右边 然后再从左边更新到右边 我们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方式的 是因为你看它 有些应用是这种比较好的 因为你看它的 其实在扫的过程中 这些是不动的 看这其他的不行是不动的 所以它能稳定的 比如说放在这 看一下它的电压是多少 放在这看一下 在这测个什么 非常的稳定 不然的话 它整个的是一直在跑动的 所有的点都在跑动 这样的话 它其实大部分点是不跑动的 对吧 它的大部分点是不动的 只有更新的地方在动 就是这个绿色的线 有些人讨厌这个绿色线 在高级这儿 垂直分割线 把它关掉 就行了 你看它就不画那条绿色的线了 其实我觉得还是画上比较 比较直观一些 对吧 这是我们称之为扫屏 或者是那个心电图的模式 你就看医院 我们经常看影视作品里头 或者我们住院看一下 心电图都是这样去更新的 是因为这样的话 你能看清 很稳定的看清 它某一个波形的样子 对吧 但是有些客户就比较喜欢另一种 就是在这儿滚屏方式 这个打到大时间档位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分屏显示的这种 它会才有这两个选项 滚屏 滚屏它就是整体往那边一边跑 滚了 它的整体是往一边跑的 它是整体的往一边跑的 这个是刚好跑的 就像车轮效应 它刚好频率和刷新形成 它感觉是往这边跑 其实它是在往那边跑的 改一下 可能看清楚 它改了以后 从这边过来了 看见没有 然后进到这里面了 这个就比较明显了 是吧 这是一个扫屏会一直往那边跑 反正给它改的更小 就更明显了 看这个已经进来了 这就更明显了 再切换到扫屏 扫屏在这还没进到屏幕去 进到屏幕去了 这样扫过来 对吧 扫到头又从这边扫过去 又扫过来了 好 滚平 有些这种的 就是说 它会 它的所有的波形都在跑 你要 你要稳定的量一个 你在跟着它 去跑 但是它的优势是说 我可以 就是直观的 就是用人的那种观察方式 看见新的波形进来 老的波形消失 这样子的一个 直观的一个动态过程 它看的是比较好的 因为像扫屏一样 虽然它方便你量测 每个不动的波形 但是你总是思维要跳一下 就是到结尾了 它又从这边要过来 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式 这个是我们增加 新增加的一个方式 新增加的这个 我们的新版本的硬件 它是在这些大的时间档位 是200K采样 200K的 200K采样 我们老的版本 这是之前 在库存的 和已经销售出去的版本 这个是96K采样 这是不一样的一点 它功能应该是 我们觉得是 理论上是都可以用的 但是有可能会有些 兼容性的小问题 对老的版本 老的版本的硬件 解决办法 就是需要发回来 我们去升级一下 升级一下你的硬件 这个需要的时候 再说 新的就会是这样子的 这个功能 要切换回来 然后我们比如说 大多数的两秒的档位 它这边也会在显示 看这边已经出来了 底下这个缩约图 两秒的已经出来了 那底下屏幕上 已经过来了 这是两秒的档位 我们采集的是一赫兹 对吧 就是一格是两个周期 差不多 对 那大概是这样子 先增加了一个扫屏方式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为什么 把那种很大的时间 给去掉了 是说在这种大时间档位 200500什么一秒 20最多20秒 对吧 这种大的时间档位 我们在这增加了一个 无线记录的一个功能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比如说 点开看一下 点开了以后 刚才那个信息框就去掉了 这变成无线记录了 这边就在 这会有事件 这是一些信息 开始时间 就是你开始 我开始点进来的时间 它现在还没有采完 这边都是初始值 等一会儿 那比如说我这采一屏 采一次是两秒 那一屏幕是两秒 但是你看我的这个 整个缓冲区 可能就不止20秒了 对吧 一次可能是几十秒 这边 你看这边就出来了 这是采了半字的 看开始的时间是 16号就9点31 基本上9点32 结束的是 看时长 就是我已经累计了26秒了 更新间隔是26秒 就是说我这一屏幕 我这一次 红色的这个 一次是26秒 因为是两秒一格啊 一次是26秒 我两次 看我现在存了两次了 是52秒了 我会一直记录把 这些相当于你可以认为是历史波形 记录在这儿 或者你可以认为是更大的时间档位 对吧 看 就是我现在已经 这个波形已经记录了 578秒了 那我的光标移动在这儿 可以看到当时这个的电压值 对吧 A通道 B通道电压值 也可以看到这个时刻 比如说现在在这儿是个 看这个 黑色的这个地方 是时间 光标的时间 然后这个地方是A通道电压 B通道的电压 我现在录了 存了105秒了 对吧 所以大的时间档位 你就把这个东西开开 我可以全屏 可以上下移动它 移动它的零位置 我也可以不显示A 不显示B 好 它的结束时间不断在变 现在就是到了9点34了 我累积是长 就是这个屏幕上的 从开始到这 我已经累积了100 就两分钟 131秒 我每26秒 加进去一次数据 更新次数据 就是这个整个的数据 这个我是1赫兹的 当然你可以更慢 那现在都密在一起了 这1赫兹都密在一起了 你可以更慢 它就是一个大的波形 所以这个的优势 就是我们改成这样子 那当然我是现在是2秒 你用20秒的话 它的更新时间间隔更长 那它可以累积的时间更多 当然一两天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样的话比原来的就优秀了 比原来的好处是原来的这样 你显大时间单位 它整个在这个屏幕上 很慢很慢的很慢的很慢的给你更新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分成两屏了 就是你既可以看到细节 实时看到细节 比如说是以秒为单位的这个波形 再怎么变化 比如说我把这个波形去掉 现在把它波形断掉了 这块已经断掉了 它还没跑进屏幕 一会儿就跑进屏幕了 我可以看到秒级的变化 我也可以看到分级或者小时级的整体的波形的样子 对吧 在这个接上 我也给它续上 这边也续上 这边也出来了 既可以看短期的数据 又可以看长期的波形数据 为什么叫无线记录 其实我们后面就会在主编增加功能 是把这个数据导到硬盘上 然后新的再从头更新 然后再导硬盘的更新 你就可以 你只要硬盘够大 它应该就会一直存 一直存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做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 去数上不是很难 但是高兴上稳定性上可能得长时间的测一下 好 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功能 现在260秒了 那就是个4分钟 4分钟左右 对吧 你几个小时是没问题的 几个小时都不行 在这什么问题呢 那所以这块我们从这样分开了以后 这块的功能后面升级逐渐优化的 可做的事情就可能比较 会比较多了 对吧 我可以局部放大 我可以把这些数据存成什么样子的 我也可以把它倒在硬盘上 做个无线的 一直存 200K采样的化 一直存 那之类的 这些操作 好了 现在是9分36秒 37了 好 存得了5分钟了 这是 这种捕捉的1赫兹的这个波形 我们5分钟的全貌 那最新的局部的细节呢 就在这看 它会 你可以理解上 它在这一直采集 在这个红色的这个环境区里头 一直采集 环境区是10兆 200的就是这个环境区 这是个10兆的一个大小 它会一直存 一直存 无缝的存 然后细节在这 大屏幕上这看 对吧 就是对应的这个一小块 然后呢 这个红色的这个环境区 会每次存满 它会打到这里 每次存满会加到这里 这里 那这是所有的 这里面就是所有的 这是一个最近的一个局部 这是最细节的一个局部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个只有在这种大时间档位上 才会有的功能 也是一个我们新发布的一个新功能 基本上就替代了原来的那种 一个屏幕这样显示 很慢的去更新的那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好 好 好